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政府无力处理整个严禁的经济环境 却又在抬高阻 让国民 国家 人民 整个国家陷入困境 人民生活痛苦 尤其是年轻人 更是面对前途 感觉茫然无力 失业率那么高 年轻人的失业率更高 所以作为一个在野的政党 虽然我们没有执政 但我们还是非常严肃的 面对这个问题 并且希望能够提出 及时的 有效的 有力的处方 来解决国家的困难 来解决减少人民的痛苦 来让年轻人面对未来 更有前景 更有希望 不同的人可以找到不同的方法 方法一定有很多 但绝对不是闭门造居 绝对不是关起门来谈 绝对不是自己谈 而是要对谈 要大家来谈 要大家一起参与来谈 真正公开的来谈 所以不是自己讲 不是关起门来讲 而是Open讲 就是今天的Open Studio 那不是只有在这个现场讲 我们透过新的科技 透过快速的网络连结 我们可以用很快速的QR Code的方式 让大家能够不在现场 却如亲临线 我们要请主席 扫描我们的QR Code 我想在我们各个网站都有QR Code 那现在已经扫描了 已经进入到网站 那因为平宽的关系 我们要稍微等个两秒钟 让它正式出现连线的网址 进到我们线上直播的现场 我们已经成功 那我们是不是请我们主席 将我们的New IP 转过来让大家 可能还在读 还没有读到现场画面 有了有了 有看到主席拿着你自己 好 那我们Open Studio Open讲 我们线上直播 我们正式启动 正式开始 今天希望能够邀请这些专家学者 来一起讨论 我们所关切的这些问题的目的 就是有点像群医会诊 对于我们社会的这些麻烦的症状 去做一些共同的思考 来提出一些对证的这些作为 那我想有关于年轻人的 所面对的这些困难 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问题 就业率是不高的 失业率是蛮高的 然后在职场里面流动的这种情况 跟以前不一样 很难去找到好的工作 然后接下来又需要面对 这种世代的差异 世代的挑战 将来进到职场以后 他们所需要去抚养的 是越来越多的长辈 这个比例是越来越高 那接下来我们到底是要怎么样 来解决这些问题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这边的目的 那今天是非常高兴 能够邀请到三位 语谈人来跟我们提出 他们的宝贵意见 加以比较就是说 这个国家的青年失业率 跟他国家整体失业率做比较 那这样子得出来一个比较值的话 我们台湾在去年底的话是2.84 2.84这个比值 老实说是跟现在全世界 青年失业最高的希腊西班牙 是相当的 我们去年全年有 大概8万名的长期失业者 其中有三分之一 就两万六千多名是年轻人 我们的长期失业青年 已经高达两万六千多名 那这两万六千里面呢 有一万三千多名 是第一次找工作的年轻失业者 这个问题在舆论上 甚至我想在政府的思维里面 是从来没有去认真讨论 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 这个数字这个比例值 就我去调OECD所有新国家数字 我们是高居前三名 这很多年轻人 就表面上他自己离职 可是事实上是 这个劳动职场风险太高 他受不了 他没有办法自己活下去 他薪水太低 他的风险太高 他很不安全 所以他才要离职 那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没有希望 没有直牙前景的一个工作 没有前途很多什么工作 很多就我们所谓的part time 临时工或派遣工 承揽工 我记得青年失业问题研究上 有一个新的一个名词 来指称这种年轻人 他不断的进入职场 然后很短时间又被迫退出职场 然后再进入再退出 这个有一个 现在有一个性现象就是说 叫悠游现象 我们的政府劳劳会 他加了一条说 什么叫长期失业 他说是要投保连续 有投保劳保资格 一年以上的 才叫长期失业 那这个对年轻的长期失业者 是非常不利 为什么 年轻人刚刚毕业 他没有工作的经验 他何来投保年资 去做part time工 他的到现在法定的投保劳保薪资是 不是基本工资 本来我们法定最低的投保薪资等级是基本工资 18780 可是我们政府另外批一条说 part time工只要11100块 各位11100块是什么投保薪资 是同工 是同工的投保薪资 我觉得不管哪一任的政府 劳劳会 他们讨论这个问题 都没有办法解决 那为什么11000人 雇主怕雇主不投保 可是11000之后 雇主还是不投保 我们政府为什么对雇主这么友善 对part time工年轻人这么不友善 中小企业占整个台湾的企业的加速 97.63% 非常非常的高 非常非常的高 那这些中小企业的那种程度 他也是最主要的就业人口的吸纳对象 他总共吸纳了台湾全台湾 77.85%的就业人口 可能我们想象中的中小企业 他的福利 他的薪资 跟我们一般所谓那种大型企业 大型公司 可能相对来讲是会有一些落差 历年来几个一个 奖励投资条例 还有促进产业条例 还有现在最近才通过的产业创新条例 这几个对于产业非常大的一个 包括一个扶持 提供了很多的减免税的一个方案的一个政策 某种程度都是针对 所定的是大型公司 大型企业 高科技产业 我们必须要讲 今天包括HTC 今天HTC的问题是 他的状况和营运状况不好 但是HTC在整个发展过程 不是王雪红一个人的成就 坦白来讲 国家寄住了相当多的资金元 还有资金 甚至人力的培育 去提供这样的一个企业 栽培它成长 但相对来讲 我们可以从历来的一些 包括我们的一个税制的一个回馈上来看 其实坦白来讲 我们整个主要的产业的税制 还是落在中小企业身上 也就是说中小企业 在源头得不到大量的资源 但是在负税的负担度 它甚至它整个有效税率 是比这些企业还要高 绝大部分的人力 甚至青年人力 我们今天在谈的青年人力 大部分是集中在北部 集中在北部 我们整个国家的资源福利 大部分也是依注在北部 那我们这些资源某种程度 它会创造一些就业机会 那其实某种程度是相关的 也就是说资源引导就业机会的产生 就业机会某种程度 会吸纳这一些中部 南部甚至东部的青年朋友 是北上就业 而且隔代教养的状况 一直出现在比较所得 相对是比较低 或者比较弱势的家庭 因为它没有能力 在这个地方去因应 每个月一万八千多块 甚至两万多块的托婴托育费用 所以不得已它又把小孩子 只好送到中南部 有父母亲抚养 所以这会造成一个结果 就是说家庭本身具有照顾能力的人 是不在这个家庭里面 是不在这个家庭里面 这个中南部遗留的都是 相对是需要被照顾的 中高年的父母亲或是年幼的子女 那在这个里面 其实看到这个人力的一个配置 其实这样子就会产生一个失衡 就会产生一个失衡 那所以我们认为假如说 如果对政府能够从区域的一个思考 一个思维去重新建构 某种程度 如果年轻人能够回到家里 在当地在就业的话 他是不是也有办法进一步减缓 所谓的我们在讲的抚养的压力 我就举目前这个欧巴马 他在去年签订的一个 就业服务法当中 他的Jobs Jobs Jobs 他是整个的缩写 他那当中的 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借鉴的 就是说他利用网路 这个网路的平台 是可以把任何我们年轻人 有一个很好的创意 我可以把我的产品 我的方案 放到这个网路平台 我可以集之 那可能马上就有人讲说 这个是不是就是老鼠会 那这个绝对跟老鼠会不一样 他在说我把农产品 譬如说我这个养风 那但是呢 这个养风 我只是一个技术的提升 可以让这么风产量产生 但是我没有钱 我可以透过这个网站来集资 这个作品你可以放上去 严重的社会问题 那到底在这八年之前 八年中间是发生了什么样的结构性的转变 造成说我们现在青年世界变成一个这么严重的社会问题 它会不会不只是刚刚提到那些结构性问题的分析 就是不只是产品类体质 不只是区域发展的问题 也不只是政策资助的问题 还有可能是国际经济趋势的问题 就是它的剥削更严重了 它可能就可能跟资本主委体系的关系 那另外有可能也是因为 八年之前或是在更早之前 有了很多波的产业外移动 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 我们的就业机会也才会纏结 然后才会造成新的事 我们真的进去劳工市场 然后就像我们真的付出饶力 那我们真的有办法得到合理的薪资吗 就像包康市场 它把进资本的资本移转到海外 然后劳工劳委会 副处长就两手一摊就说 好那你今天劳工有把证据交出来 是说他资产真的移转到越南的话 我们绝对查 那政府是不是把自己的责任 推卸到劳工身上 就是政府不做事 现在叫劳工来自主政 这样合理吗 就是它是螺旋形的 一直向下沉沦的这种职业心理 那这样的心理 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讲 就非常致命的打 打击了 首先这些年轻人 不管是不想在学校读书 赶快急着为家庭也好 或者个人因为对读书 没有兴趣而想找工作 及早进入社会 或者他已经练就一身功夫 不管是大学或者是各种科技大学出来的 他有一些自认为足以因应社会所需的技能 结果他们进入职场 都是兴高采烈 都是要要欲试 虽然他们经验不足 但是他们却充满热情跟信心 可是职业的结构里面 却是低薪资 工作环境不利 甚至于机会相对的少 所以他们第一关很可能面对的就是碰壁 就被打回来 那打回来通常的心里就是 开始有一些怀疑 怀疑自己 我那叫喊蛮 所以开始让自己的自信 自尊开始下滑一点点 当然他也怀疑 老师在做我们很多老师 包括我们执行长 我们执行长也是老师 李建宏也是老师 我也是老师 怀疑说老师到底教什么 大学感觉有好 国中感觉就业服务的咨询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是个人的口才不好 所以面谈的时候失败 还是说你投错了 你应该去找的位置 就是说你的人才跟他就业所需是脱节的 或者说你自己眼高手低 或者说你因为判断错误 对那个职场的判断 等等应该及早能够做一些调整修正 好让他第二次可以进入到职场的时候 他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创伤 防毒软体叫做microtrend 那其实在新加坡举个例子 他是用macrotrend macrotrend它不是防毒软体 它是一个就业市场跟劳动市场 还有国家经济政策的一个延续 就是说他们会看到一个趋势 假设说在未来的十年里面 生计业或是医美业 或者是不同的领域 不同的industry 它变得很好的时候 那可能他从大学的时候 或者是高中的时候 就开始会限定人口 假设说他一年有一万个大学生 只是举例 那可能他里面可能30% 也许是放在之前 早期是放在所谓的科技业 那他慢慢做宏观的调控 这个macrotrend做宏观的调控 把这3000个可能拨多少 降多少 然后提升多少 是放在医美 高附加价值的这个螺丝产业 一个螺丝可以卖7万5万块 一根螺丝 那甚至我们这个有牙医 这个金属 这个精密产业上 我们也有这个一个牙根 一个直牙 他也一根直牙 他可以放这个 他的这个价值 那就是一万两万 这就是在传统的基础上 去做升级 即使传统产业他要做升级 他要做物流产业 去做全球的布局的整合 他要做这个当项的产品 要去做升级的时候 他没有遇到 有他遇到土地的问题 好 第二个 他遇到这个税负的问题 好 当然在这边我就不去赘述 所以说这个东西 我是觉得政府 在对于传统产业升级上 我是觉得要更贴心一点 去听我们这些产业 他在升级过程中 他问的问题 我是不是愿意做法令的 相关的这个调整 那大家提出来的如何来解决 可能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说政府以及他所推出来的政策 是必须要针对这些问题来解决的 可是最近我所看到的 那个政府可能是制造问题的一个因素 一个来源 比如说现在经济已经不是很好了 他有电不断的涨价 我们的农民生活已经很困苦了 可是在台风天来的时候 他还说肥料要涨价 那像我们的非常高层的官员 比如说他会给我们麻醉剂 像众人皆差我还好 或者是说跟我们下符咒 所谓的十六字增言 那我想这个都是没有针对问题来提出对策 其实我很高兴有这么多人一起来关心 一起参与 但我也很沉重 面对青年 第一个问题竟然是青年失业 如果面对青年 第一个问题是谈谈青年怎么样出去玩 谈谈怎么样子来存钱 存到很多钱 或者如何利用上班后休闲的时间 该有多好 而却是失业的问题 而且这个失业的问题确实是蛮严重的 从政策面 从法律面 从实际上的运作面 我们都看到很多的问题 今天各方就各种问题 公开的 大家一起来谈的 这就是我们open讲 那刚才林万一教授也特别提到 我们就是要让年轻人踏出社会的第一步 不是受挫折的 不是开始怀疑自己 怀疑老师 是怀疑同事的 是要挽救也要趁早的 不是让他一直到警底了 那救都救不起他 救都要四倍功半的 那我们今天第一场的这个 面对青年失业问题 大家从各个面向来提出很多的意见 这些意见就是我们民进党要透过政策会 透过智库 透过我们党团 那民进党中央要整理起来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党 我们作为一个要取代 现在执政者所闯出来的这么多事情 无能的解决的这么多现象 我们想要做的事 那想做这些事 不是为了一个政党要执政 而是为了要解决问题 要创造一个让青年人更有愿景的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